做这款不粘锅做的中式披萨所需要的主要食材有 胡萝卜 面粉 鸡蛋 葡萄干 坚果 融化的黄油 芝士 第一步 将胡萝卜用油炒至变软后出锅备用 第二步 在碗中加入面粉 少许盐 融化的黄油 并按照一份面粉两份水的比例 分次加水搅匀 加入一个鸡蛋 搅匀醒发20分钟 第三步 热锅凉油 加入面糊摊平 调制成小火煎制 铺一层胡萝卜 煎制底部变硬后 加入葡萄干 坚果 芝士 盖盖焖制一分钟后 翻面焖制三分钟 出锅即可 这样我们这款用不粘锅制作的中式披萨就做好了 快去试试吧 小火煎制作的中式披萨就做好了 小火煎制作的中式披萨就做好了 小火煎制作的中式披萨就做好了